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熊猫办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反哗片 24小时第三季的第17集 上集说道 米歇尔审门埃尔维斯得知 他们还有11个同样剂量的病毒 可能在其他地方释放 酒店里,米歇尔为了确保病毒不会被传播出去 对一名试图逃跑的客人开了枪 而想要逃跑的小马被Bosker炸死 随后杰克接到Bosker的电话 他有酒与总统通话 让大卫接下来几个小时按照他的指示去做 否则就会释放其他的病毒 回顾完上集让我们进入本集的剧情 本集故事发生在凌晨5点至6点期间 米歇尔开枪杀了逃离酒店的那个人后 全副武装的生化部队冲进来 让客人都回去 随后米歇尔解释道 大博里出现了一种病毒 在他没有接到其他通知前 所有的人都不可以离开 并表示救护人员很快就会到 而他看着被自己杀死的人的家人 宠他哭喊 他也很内疚 另一边 戴维斯问杰克 Bosker为什么让他联系自己 杰克表示 Bosker知道自己是谁 但风控局还没有查出他的身份 大博表示 Bosker在利用病毒试图控制政府 他是不可能同意的 让杰克赶快找到他 关了电话后 杰克分析Bosker肯定认识他和艾尔维斯 他让蔡斯联系托尼 让艾尔维斯详细描述Bosker的长相 同时和跟他一起服过艺的人进行对比 酒店这边 主管表示所有的出口都已经封锁 让米歇尔跟自己说实话 酒店里的人是不是都会死 米歇尔说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抵抗病毒 但大多数人都会死 随后他接到了托尼的电话 问他酒店的情况如何 米歇尔说 刚才有人要逃离酒店 自己开枪杀了他 现在感觉不是很好 托尼开导他 说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 不用愧疚 他们现在还要集中精力处理病毒的事 让米歇尔去问艾尔维斯 有没有见过Bosker 他们需要尽可能详细的报告 此时 卫生局的尼可也来到了酒店 当米歇尔找到艾尔维斯后 艾尔维斯说他的口鼻已经开始流血了 他们之前说好的 他一出现症状 米歇尔就应该杀了他 但米歇尔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问幕后知识他的人叫什么 艾尔维斯说他也不清楚 并表示他马上就要死了 不会撒谎的 随后米歇尔打电话给托尼 艾尔维斯描述了Bosker的长相 还说他有英国口音 克罗伊得到信息后 跟与杰克合作过的人员进行了对比 然后将照片放给艾尔维斯看 让他确认 与此同时 杰克也在听着他们的审问 然而当照片全部看完后 也没有找到Bosker 米歇尔表示 Bosker的英国口音很可能是个误导 或许他不是英国人 克罗伊表示 如果去掉这一参数 那就会有750个可能的人 而且其中有一部分还没有照片 这时 杰克问 刚才那些描述他们得出的范围是什么 托尼说是所有活着的男性 杰克让他去掉活着的参数 再试试看 随后艾尔维斯再次根据头像寻找Bosker 果然 这次很快就找到了 而杰克看到Bosker的照片后 说他认识这人 Bosker原名叫史蒂芬 当初英国情报局 曾派他来与反共局合作 完成科索沃的任务 就是第一季对付德拉的那次任务 当时杰克是唯一的幸存者 随后 杰克说他要想一想 一会儿再联系托尼 大爷这边 莱恩告诉他 酒店的情况差不多已经控制住了 医疗人员已经开始测试病毒 目前记者还不知道这件事 但应该也瞒不了太久了 大爷表示 病毒情况要隐瞒 否则可能会引起恐慌 让文恩说这是军团病 这种病很多人都熟悉 随后大卫找来国防部长 问他对病毒的事有什么看法 部长表示 应该把安全等级升到红色 并建议降落所有的飞机 关闭机场 旁边的文恩说 这样做还是会引起恐慌 部长说 他谈论的是安全的问题 随后大卫叫停了两人的争吵 让部长通知航空公司 做好停飞的准备 但要等待他的命令 部长走后 大爷又接到了 Bosker史蒂芬的电话 文恩迅速让技术人追踪电话 接通电话后 大爷表示 他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 而史蒂芬说 只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 说在大卫办公室的街道对面 有一个邮箱 里面有个黑色的包裹 让他们在十分钟内 拿到大卫面前 而大爷想要继续询问时 史蒂芬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文恩说 时间太短 没有追踪到他的位置 而且包裹需要经过扫描 确认是不是病毒或者炸弹 大卫让他赶快派人去拿 确保在十分钟内 放在他的面前 极客这边 他说科索沃行动后 史蒂芬就毫无踪迹了 蔡斯说任务失败 他有可能背叛了政府 然后假装是自己已经死了 杰克说史蒂芬不是这样的人 当时肯定是发生了些什么事 随后他打电话给军警六处的阿汤 阿汤说 反恐局已经通知自己 查史蒂芬的答案了 但答案说他已经死了 杰克表示他还没有死 他肯定和相熟的人联系过 随后阿汤查到了一个叫戴安娜的人 之前专门为外交人员提供特殊服务 曾给史蒂芬做个情报 联合关系很密切 杰克让阿汤把戴安娜的资料发给他 然后通过资料发现他的客户 都是各种高官和国家首脑等人 杰克猜测史蒂芬通过他拿到了客户名单 然后威胁敲诈他们来获得资金 因为史蒂芬变化太大 杰克说他应该是被抓后 经历了很多年的拷打 现在他把责任都推给了政府 杰克有些自责 说是自己抛弃了他 但来这边 小鸭拿来的包裹 里面是一个手机 他们已经检查过了是安全的 但手机的接收信号芯片不能被追踪 这时这手机响了 接推后史蒂芬说 这是他和大卫两人的专线 让他不要再费事追踪了 同时让大卫在半个小时内召开一个记者会 以什么为理由无所谓 但会上要提到 天要塌下来了这句话 关电电话后 伦恩表示 这可能是袭击或其他什么行动的暗号 他认为不能让史蒂芬得逞 而大卫说 现在病毒的情况他也知道 只能暂时拖一阵 也许反恐局可以在他施工前找到他 让伦恩准备召开记者会 酒店里 尼克率先帮米歇尔做了病毒测试 告诉他 最快两个小时后会出结果 托尼接到卫生局的电话 说所有感染的人都必死无疑 托尼问 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或疫苗之类的 他的妻子也在酒店里 卫生局表示 他们也无能没力 而托尼现在很后悔 在他受伤 米歇尔让莱恩给他停滞后 就一直没怎么跟他说过话 这时 莱恩来找到托尼 说他虽然知道托尼在为米歇尔的事烦 但他们的人手已经不足了 必须要集中精力 如果办不到还不如回家 那托尼打算回家还是留在这里 托尼问现在需要他做什么 莱恩说 他现在在小马的电脑里 查他过去几个月用过的账号 也许可以通过资金流动 来找到史蒂芬 让托尼协助 此时 杰克偷偷来到了丹安娜的家中 丹安娜发现后 直接开了枪 杰克说他是联邦特工 随后展示了自己的证件 丹安娜让他放下枪走出来 杰克走出来后 他却直接被蔡司给制服 杰克询问他之前是不是给史蒂芬通过情报 丹娜并没有否认 随后杰克准备带他去金庭六处 另一边 米歇尔来找到盖尔 此时 盖尔已经全身开始腐烂 快要步行了 米歇尔看着他痛苦的样子 想了想自己要是走了这一步会怎么做 随后掏出了一把枪 但盖尔的信仰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认为自杀是一种罪 而且他现在很自责 他在试图阻止病毒装置爆炸时 因害怕犹豫了一会儿 如果当时没有犹豫 大家可能就不会有事 米歇尔安慰他 他已经尽力了 并表示他能有盖尔这样的同事很自豪 他也会让他的妻子和女儿知道这一点 而米歇尔看着盖尔痛苦的死去 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大卫这边 记者会已经准备好了 大卫让维恩联系联盟调查局 看看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 随后来到记者会上 宣布了全国安全级别升级到红色 请飞国内外所有的航班 此时 史尼登正在看着大卫记者招的会的直播 大卫表示他不是因为天药塌下来了才这么做的 说完这句话后 很快结束了记者会 另一边 杰克将戴安娜带到了军情六处 正在他们调查时 突然遭到直升机的袭击 戴安娜当场死亡 阿汤也马上就要咽气 杰克在他死前 问出了史迪芬资料存放硬盘的位置 杰克认为 军情六处被袭击 肯定因为这里放了有史迪芬重要的资料 他在去拿资料时 还遇到了楼内的杀手 但他和蔡斯两人一路杀了过去 很快就来到了机房 当杰克打开盖板后 发现里面已经启动了定制炸弹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杰克拿到了硬盘后 立即离开了机房 酒店里 米歇尔看到一路人员将盖尔的尸体推走 他打电话联系了托尼 说盖尔死了 他在死前受尽了折磨 他希望托尼帮他送来 专门给被捕特工的一种 防止痛苦的自杀胶囊 托尼表示 这是违规的 而且有怂恿机体自杀的嫌疑 米歇尔说 那是他没有看到盖尔的样子 而且他也已经被感染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托尼也不忍心 看着那些人一个个痛苦地死去 对于米歇尔更是如此 他最终同意了 而莱恩这边 接到了杰克的电话 告诉他 军情六处几乎被毁了 阿尚和戴安娜也都死了 这说明史蒂芬的组织 比预计的要大 莱恩表示 他正在查资金的流动 还需要一些时间 杰克说他拿到了史蒂芬的资料 让克罗伊去分析 莱恩挂到电话后 发现了托尼在药品室 拿自杀胶囊 托尼表示 这是给酒店里的人用的 他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 但那里的情况很糟糕 莱恩思考后 同意了托尼这么做 而史蒂芬这边的人 跟他汇报硬盘已经被炸毁 杰克和他的搭档 在爆炸前就跑了 而凯门银行的资金流向 已经被反恐惧 一个叫莱恩的人盯上了 史蒂芬让手下 继续接下来的行动 大卫这边 维恩来告诉他 说军情六出被直升机袭击了 大卫意识到 自己在记者会上说的话 很可能是袭击军情六出的暗号 让维恩联系航空局 协助国防部和边境部队 去追查这架直升机 这时 他又接到史蒂芬的电话 史蒂芬说他要给大卫第二项任务 被压轴系扫清障碍 让他在7点之前 把反恐惧莱恩的尸体送到活葬场 大卫表示他办不到 史蒂芬威胁 让他下决定之前 最好去酒店里看一看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以上就是24小时第三季的第17集 大卫会不会为了病毒不被泄露 杀掉莱恩 史蒂芬的档案里究竟有什么 一系的发展又在下集揭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并关注熊帮放听 我们下期再见